本周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大事 川普总统首次出访 伊朗大选尘埃落定 比特币病毒肆虐全球 台湾的国民党又换了掌门 当然在大陆媒体的眼中 哪个也比不上光鲜排场的一带一路峰会 大国崛起万邦来潮 有钱就是任性领导世界前进 这就是喉舌媒体给这次一带一路峰会的定调 可能是这当东家财主的感觉太好了 酒桌上在砸下一千亿元人民币之后 看在钱的份上 各国同意2019年再来一回 可以预期 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一带一路北京高峰论坛 将成为穷帮屁国 获得一笔意外之才的乐透抽奖大会 除了中国人都是赢家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一项大嘴巴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参加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回国之后 立即召开记者会向本国媒体炫耀 这次在北京得到一笔意外之才 除了由中国提供近4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外 中国还将为菲律宾兴建戒毒康复中心 简直转翻了 另一个是斐济 这个人口仅85万人的太平洋岛国 在北京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资质后 就突然对台湾翻脸 不等其总理回国 就将匪计代表处撤离台湾 所以大会所标榜的所谓合作共赢 显然并不包括台湾 在接下来的单元 我们将详细分析一带一路所涉及的方方面面 这里只提醒一点 一个国家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不是靠钱买来的 为利而来的所谓朋友也绝不会长久 前世情缘续水浒红巢大案经凉山 由本人担任制片的大型系列穿越剧 雷人水浒第三季已经完成后制 不久将与大家见面 这部共16集的穿越剧 虽然整体延续了前两季的风格 但在制作手法上却有新的尝试 不仅扣律背景从两维升级为3D 还融入了动画漫画等艺术手法 希望大家喜欢 当然作为影视作品 内容为王 这部戏的最大亮点 还是其现实与超现实高度结合 而又毫无违和感的剧情 其实任何作品都不会比中国的现实更细剧化 下面是雷人水浒第三季的预告片 整部作品将在六月份 在网络和新唐人电视台同步播出 敬请期待 首顾不是一个人的事 爱是相互的 我要一回家没看到你 我最喜欢那一幅画 快看吧 原来不见 孝爹 孝爹 孝志 孝爹 孝 debido 孝爹 孝爹 怎么办 韩林冲 愿意随你同去 等下 我要改变过去 好远 为什么我们告诉我们周围有危险品的抗库 轴子炸掉了 方圆二里地之内 没有火口啊 快跑 上 再不露面 局面就要失控了 娘子 你家娘子投胎转世了 她就是你 你就是她 你是从送她来的 我们要掌握他们的穿越技术 准备引爆海岳仓库 你把我杀 你也活不了 如果大爆炸可以阻止 我们必须留在这里 一旦爆炸后果不肯设想 如果浴水就会生成情话精剧毒气体 德国纳粹在屠杀犹他人的时候 用的就是这种东西 并不是你们以为的什么安全事故 完全是他们策划的阴谋啊 我还认为意识是不可以改变的 好 观众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大陆新闻解读节目 星期十五号在北京刚刚结束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引发了中国能否带领世界全球化的讨论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文章你好 我们看到国内的媒体呢 基本把这个论坛当作头等大师来报道 而国际媒体呢也是在讨论就是说 是不是这个中国要接过美国的接力棒 扮演这个全球化领头羊的这么作用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接力棒已经交到中国手上了吗 我觉得现在还不能这么说 因为要扮演全球化的领导者角色 必须要求中国先要做到几点 第一的要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第二它要开放国内市场 现在呢中国的这个资本流出是受到限制的 而且我相信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内 就是保持这个外汇存底 是当局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国内企业 在国际上的投资项目也被叫停了 所以它就没有实现 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内 它也不会有意图实现这种资本的自由流动 其次是中国国内市场封闭程度还很高 有很多关键性领域 因为它跟中共政权的这个执政的稳定性有关系 所以它是高度垄断的 像能源 金融 电信 传媒这些行业 所以外资的进入都是受到高度限制的 所以现在这个中国政府 它还完全没有能力在商品人员和资本要素流动 这个层面上去推动全球化 那现在大家吵得很热闹的 说这个什么一带一路要造福人类了 在中国国内都把上升到造福人类的高度 什么要成为全球化领导者角色了 其实主要讲的就是什么事呢 就是一个投资修基础设施的问题 其实一带一路它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给这些沿线国家 给他们投资修铁路修公路的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欠发达 比较缺少资本 你要给他投资修基础设施 他当然很高兴 他就给你奉上很多易美之词使就夸你 除了这些政府之外呢 那些西方大公司也很高兴啊 因为你承诺投入庞大的资金嘛 对于这些西方大公司来讲 他就有机会去承包到那些合同的一部分 或者去销售自己的设备 他也有钱赚 所以他也去跟着一起夸你 所以现在就好像就把这个中共政府夸上天一样的感觉 实际上现在所谓的引领全球化 你准确的说呢 只不过是说他能够去引领全球化的一部分 哪一部分呢 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引领铁工机建设 就是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 是现在这个引领全球化的一个真实含义 那你觉得未来如果中国大陆 又扮演这种全球化领军者的角色的话 它的障碍是什么呢 如果是很现实的障碍 那当然就是中国国内市场的封闭 但是这个种封闭啊 它是和政治体制是直接相关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美国 它在过去十几年 它能够扮演全球化的主要领导者推动者的角色 甚至没有人想到去给它安一顶什么领导者的这个帽子 大家觉得它理所当然 它就能够发挥这种作用 我觉得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美国国内的庞大的市场 而且呢它是一种开放的态度 也就是说美国以自己国内庞大的市场 庞大的消费力为后盾 然后它以开放自己的市场为条件去和别的国家谈 要求别的国家相应也开放它的市场 那么它的影响力当然就很大 因为谁都想把自己的商品和劳务卖到美国去嘛 所以它就会无往而不利 那现在呢就中国和别的国家谈 中共政府主要谈的是投资的问题 去修基础设施 那别人很高兴 但问题是你公路铁路修好了怎么办呢 修好了以后 当然中国的商品会源源不断的 更加方便的运到别的国家市场来 但是你自己的市场如果是封闭的话 中国市场是封闭的话 那别国的商品它运不到你那去啊 那这个时候矛盾就会出来了 你修了铁路公路 是方便你的商品卖到我这儿 方便你赚钱 结果就是你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我的商品和劳务没办法卖到你那去 那我为什么要干呢 那我傻呀 到时候这种矛盾就会出现 资本的流动也是类似的情况 如果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顺利完成 当然投资环境改善了 中国企业自己签出去的动力也会增强 因为中国自己的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 这个土地成本环境成本都很高 那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应劳动力 土地价格都便宜 那么中国的企业去那里投资 生产出产品 卖到发达的经济体去 又有这个便利的交通 那当然它投资回报会增加 那中国企业自己外迁的动力也会增强 这个时候中共政府你仍然说不行 不准资本流出去 全都拢在家里面都得看着 那么也会严重制约经济的活力 当然现在还暂时说不到那一步 因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 它信用评级偏低 它政治不够稳定 你基础设施投资能不能顺利收回来 都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中共这种管制经济的高度官僚的方式 这种官僚资本主义的方式 和真正全球化所要求的开放互通 它是南辕北辙的 所以它所谓的引领全球化的努力 最后它一定会撞到这堵墙上 很多国外媒体都在讨论所谓一带一路 那么在讨论中共推动它的动机 到底是经济动机还是政治动机 那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从长远角度来看 当然是以政治动机为主 有不少人认为 推动一带一路的一个现实想法 是想输出国内的这个钢材水泥 这些建筑行业的过剩产能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初始目标 但是现在来看呢 这个目标实际上没有太实现 因为这个一带一路 从2013年提出概念到现在 已经涵盖了习近平几乎一个任期 到目前为止呢 也就有几百亿美元的项目在进行过程中 很多重要项目呢也历经波折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有点远水解不了进火 就是说它现在这么几年了 对于缓解中国过剩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产能 所起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以政治动机为主了 现在是政治动机又分两个层面 一个是近期的一个是远期的 近期的政治动机 当然是营造一个四方来赫的热闹场面 这对习近平来讲呢 是提高他党内的声望去应付秋天的十九大 是有用的 因为这可以当做一个政绩嘛 从长远目标来说呢 这个一带一路是和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工具 这个一带一路是针对美国TPP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那TPP就是环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 我们只要稍微仔细看一下一带一路的示意图 就能够知道它的战略构想是什么 它是想把欧亚大陆结合成一体 其主体呢就是欧亚大陆上非西方文明这些国家 希望把它们更加紧密的连接起来 然后以中国大陆作为主导 它的势力范围的延伸向南到太平洋 向西到欧洲 把北美大陆孤立在外 所以说这样一种战略构想呢 从它的基本概念设计上 和二战期间日本人提出的那个大东亚共荣圈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他们本质上都是想建立一个 以亚洲国家为主导的势力范围 然后去对抗以欧美文明所主导的势力范围 所不同之处呢就是日本人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 它要通过军事征服和殖民的手段来实现 而这个一带一路 它是在全球化的旗帜之下通过经贸手段来实现 但最终结果来讲是没有差别的 就是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势力范围的划分 然后让中共政府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支配性力量 那你觉得中共能够朝这个目标能够走多远 我觉得中共它这种体制的高度僵硬性 它没有办法扭转它用行政去干预经济的这种做法 同时它这种脆弱的抗压能力 都使它难以完成这种长期性高度复杂的战略目标 我们以前讲过就是现在中国国内的劳工成本 已经比东南亚国家高出去不止一倍了 除了这个成本之外 还有环境成本和制度成本 所谓制度成本就是刚才讲的 这种权力对于经济很随意的干据 它给企业制造很多麻烦 比如说要开个APEC峰会 要开个G20峰会 然后就让你企业一下就停产几个星期 那么对于很多企业来讲 它一年12个月你全年各种会加下来 就让它停产两个月 那它受不了 所以如果中国真的要实现这个资本自由流动 能够打开国门打开这个闸门的话 很多企业我相信它都有牵出去的动力 而当局呢又要限制资本的流出 它不让企业牵出去 那么这样一来呢 人民币就没有办法成为一种自由兑换 的国际通货 那人民币不能够自由兑换 那你事实上就没有办法成为 这个全球化的领导者 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 那类似的矛盾在很多领域都存在 所以说中美竞争 谁能够成为这个真正世界的领导者 就是中共政府 习近平可能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想成为世界上的一个支配者 他朝这个目标能走多远呢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 中美之间自己内部经济活力的竞争 而不是说一个国际经贸战略的竞争 不是说谁能提出个高大上的项目 中国提出个一带一路 美国提出个TPP有黄了 所以美国就输了 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举个例子说 川普政府正在推动企业减税计划 他要把企业税 从35%一下砍到15% 那么这个减税计划一旦通过以后 那么大量资本就会受到吸引 流到美国去嘛 那么美国就成为一个吸引国际资本的磁石 那么如果按照中共现在管制经济的方式 他面对这个挑战 他会是什么反应呢 一个最有可能的反应是 那就进一步加强资本流动的限制 那就是说你们都得把钱留在中国国内 不准投资到美国去 不能因为他那税低 你就把资本转移到那去 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矛盾的很搞怪的现象 就是川普呢 讲美国优先 他是反全球化的 但是由于他减税 他反而会让资本吸引到美国去 而这个中共政府这边呢 名义上是推动全球化 他实际上呢 却会变得更加封闭 所以现在这个谁是这个世界领导者 这个决策啊 至少在经贸领域 虽然说这个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四方来赫搞得很热闹 但最终是要看中美 谁自己能够提升自己内部的经济活力 那么我想呢 这个后面的路还很长 其实只要把保共产党的江山放在前面的话 哪条路都走不远 那么如果习近平真想成就一番奉公伟业的话 其实应该把保党的念想放到一边 是吧 真正的甩开膀子干 那么搞彻底的这种市场化的改革 而且不光是在经济上 恐怕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基点上 真正的拥抱全球化 看看结果会怎么样 好 谢谢文昭 谢谢颜真 好 各位朋友 接下来是时事小品 熊孩子与熊大人 5月12日晚上7点30分左右 大连的宋女士陪着4岁的女儿晨晨上完了舞蹈课后 跟着另外一位家长带着两个女孩到学校附近的恒龙广场里吃饭 在分店里 林珠的一位大连某高校的再度女大学生引起孩子吵闹 本想宋女士的女儿晨晨踹了一脚 小孩的妈妈反应特别快 冲上去就和女大学生撕舍在一块 现场发展成为了一场糊糊 据母记者介绍 怎么样 这家餐厅还不错吧 嗯 环境挺优雅的 也挺清静的 我不要吃那个 诶 吃这个 这个好吃 味道不错 胡萝卜 好难吃 我不吃这个 这谁这样的熊孩子 哎呀 算了算了算了 你别理他 咱吃咱呢 不过你今天这套餐点的倒是挺错的 是吧 你喜欢吃又好 不过你说到这陶餐啊 今天有个背景的哥们 给我发了一个关于陶餐的人 专案子 你想不想听啊 你说 他说啊 在底读 二月份吃五脉 三月份吃疯傻 四月份吃溜絮 五月份吃羊手梦 而在今天 他说他吃的是陶餐 我不是这样干嘛 我去吃火锅 别管 别管 不吃 不吃 吵什么吵 要吵出去吵去 那我不能 你谁啊你 你个大老孩子 你家熊孩子你也不管管 你到底是你家呢 有没有功德心 干嘛 你有没有功德心啊 你干嘛 你到这边哭 你到这边哭啊 你到这边哭啊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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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看 两位菜请慢用 谢谢 怎么样 这家餐厅还不错吧 是不错 挺优雅的 我已经好像来过一次 你来过 跟谁啊 你别多想 是小时候跟我妈妈一块来的 哦 跟妈妈一起来的呀 当时你们吃的什么呢 那天我们好像什么都没吃 我就记得打了一架 打了一架 跟谁啊 男的女的 唉 别提了 一个女的 特没教养 是她先踢了我一脚 什么 她竟然踢你一脚 太不像话了 光天化之下 竟然踢一个小孩子 太没道德了 幸好她没遇上我 否则我 嗯 嗯 不是这样 当时我也是个小孩子嘛 唉 算了算了 都是过去的事了 别提了 我们吃饭吧 来 吃这个 这个味道不错的 别了别了 这谁家的熊孩子啊 唉 不要理他们 我们吃我们的 唉 这个套餐点的不错啊 那是 你知道这个套餐叫什么名字吗 叫一带一路 哟 还挺赶时髦的 嗯 不要吃这个不好吃 嗯 嗯 不吃这个 好吃 听话 乖啊 唉 你刚才在车上说 现在网友管中国叫大宋朝 唉 是什么意思啊 是说现在中国像大宋朝吗 那是南宋还是北宋啊 唉 唉 那个宋 不是宋朝的宋 是给人家宋钱的宋 既不是南宋 也不是北宋 是东宋西宋 哈哈 我看老师这个 我要去吃火锅 我看老师这个 我要去吃火锅 我要去吃火锅 哭什么哭 房门粉门 到罐门去哭 你谁啊你 你凭什么打我孩子 我就打你家孩子怎么着了 唉 你是那个 你谁啊 我不认识你 你凭什么打我孩子啊 你就是当年那个踢了我一脚的女的 嗯 哈哈 原来你就是当年那个欠揍的熊孩子 唉 我当年怎么一想踢死你呢 你敢 就是你这种熊家长才叫出这种欠揍的熊孩子 你以为这是你家 有没有功德 你跟我谈功德 你当年就是个欠揍的熊孩子 长大了 我看你就是个 그러면熊大人 孙二 egy孩子到哪儿去 你就是找我孩子 你就是贵熊大人 traditions的熊孩子 真的аешь елов Birthday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解决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